各位大家午安 我们要进行最后三个小时的课程 我想直接在Office预常工作使用技巧里面 针对像PowerPoint的一个使用 如何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来跟各位分享 各位应该还记得 我们昨天早上有跟各位分享一个叫SmartArt SmartArt它其实也是一个效率提升的一个方式 它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帮助我们做出一个漂亮专业的简报 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它叫做SmartArt 也就是图解式简报 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就先来观看一下 假设我今天 我有给各位一个范例 简报的范例 就算没有简报的范例 我们其实是不是也可以 就是打开这个报告是我给你们的吗 报告 请问我有没有给你一个知识 没有 好 那就不要讲这个 那我们等一下 我们开一个新的简报档案 来开始跟各位分享起 好 不过在做这件事情之前 我们应该是要先完成 我想先跟各位分享一件事 就是通常我们做一份简报 我们的统计图表是来自于Essal 这应该没有问题吧 那这个也是要做完的统计图表 你希望他做完修改 我们的简报内容就要跟着做联动的修改 好 现在我们就是要跟你分享这件事 所以请各位先打开超市范例 请把超市范例关掉 然后重新打开 我们统一一起来做一张 就是枢纽分析表 好 请问一下 打开这个Essal的资料表之后 我是不是要去透过枢纽分析 做出一个统计图表 例如我现在我就想要做 老板最想知道最想看的一张图表 就是各年利润统计分析 所以怎么做到各年利润统计分析 插入 好跟着我一起做点选插入 枢纽分析表在下面的功能 第一个功能就是枢纽分析表 请点枢纽分析表 然后点选确定 因为我要做各年利润的统计分析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一定要先找到一个跟时间有关系 跟年各年利润的年有关系的栏位名称 所以他叫他就是什么订单日期 订单日期打勾 然后接下来我们的值当然就勾选利润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想先跟你们分享这个是什么 这是枢纽分析表 在枢纽分析表 假设我今天我要呈现到简报那边去 我也应该希望把这个资料稍微做一点处理 做什么处理 请问你有没有觉得 这个数值 这个数值 有看到他有三位的小数位 是不是太多了 如果以台币计算 我们不可能算到小数位数 那我们都是算到整数位数 所以请点选常用底下签分位符号请给他 然后减少小数位数变成取整数位 好不好 我第一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我希望我希望做的是把这张资料表 想办法给应用到简报里面 好 请问一下 这是Ease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是不是等一下要复制 然后想办法贴到 抛碰的去 好 所以麻烦请各位现在选到这个范围 选到这个范围 然后麻烦请点选常用底下的复制 复制好 复制好 那这边旁边是不是会有那个闪烁 闪烁的那个流体 闪烁的这种感觉 好 接下来请打开PowerPoint 会不会打开PowerPoint 劈开头 劈开头 好 请别打开PowerPoint 好 那我们现在以一个最简单的范围 就是空白简报 好 假设你这个简报 是一个就是说 那个 各年的一个财务报表 或者是各年的一个统计分析 统计分析 好 那其中 其中我是不是新增一张资料表 我这边放的是 我放的是什么图表 是不是 各年 各年利润统计分析 表 那请问一下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我就应该放刚刚那个表格 对不对 好 请注意 不可以用滑鼠右键 不可以用滑鼠右键 请用这边贴上 贴上下面这个往下的三角形 在常用贴上 往下的三角形 这边有一个叫选择性贴上 包含连结 包含连结 然后把它贴成一个ecel 工作表 它就是一个工作表格 对不对 所以把它定义好 Microsoft Excel 工作表 物件 确定 好 我现在 我现在这个表格的内容 这个表格的内容 我给各位观看一下 各位应该看得出来 2013年是37万 2014年47万 2015年62万 2016年68万 好 那你需不需要 以下那边要是资料有变动 这边就跟着直接变动 应该希望 对不对 好 记得贴上 贴上我们要用选择性贴上 选择性贴上 而且左边要选择什么 这个选择性贴上 要选贴上连结 然后Microsoft Excel 工作表 物件 好 那我们现在 来去观看一下 假设我 Excel 这边改变 PowerPoint 这边能不能改 我们先把现在这个档案 储存一下好不好 档案 另存新档 浏览 浏览 然后假设我今天我就放在D 我自己知道的位置 D指列基底下 好 我就叫各年的一个统计分析 简报 然后点选储存 我现在就刻意的先把这个档案 我先存好 我就关掉了 关掉 好 现在我要教你一件事 假如说今天现在这个资料表 你要让它修改 对不对 本来是不是37万 47万 62万 68万 我是不是想要修改它的内容 所以我现在要修改 好 请点回去订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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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卷轴拉到 我这边有一个叫做2016年4月27号 利润有看到吗 它是不是-60 我再提醒你一下 2016年它是不是68万 68万 好 那我现在把这个2016年 这一笔是2016年 对不对 它的订单 我改成12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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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万 12000 可以吗 我现在把它改一下 改成12万 12万的话 等一下这个地方加12万 他就要变成多少 80 加12万 68万加12万 是80万 可以吗 有听懂我的意思哦 好 可是这个枢纽分析表 你必须要在分析这边 枢纽分析表工具 要麻烦请点重新整理 他就会把原本的资料表内容 整个重新整理 整理 这边就会做修改 好 重新整理 请问它是不是改成80万了 前面真的数值没有变哦 可是第四个2016年 是不是改成80万 请问加总有没有改变 当然会跟着改变 好 227万 可以吗 记得住吗 请问我这个2016年的利润 是不是改成80万 本来68万 现在是不是80万 然后 你只要记这件事情就好了 好 请把现在这个超市范例 请把它储存起来 直接存档 覆盖掉 给你的原始档案 好 我就可以把它关掉了 我们刚刚做的这个各年统计分析 知道在哪里吗 我现在是不是要把它打开来了 这个各年统计分析快速点两下 然后它第一件事情会告诉你 Microsoft Powerpoint的安全性注意事项 它这边只是一个提醒 只是一个提醒 它说 它说 它说我们 它有侦测到一个对外部的连结 所以 所以 你今天要开外部连结的画面 等于说要对于电脑来说 就是要开一个洞 就是要开一个门 让别人进来就对了 好 所以它在这个地方 它就出现这个安全性的一个提醒 然后接下来呢 那请问我要不要更新这个连结 当然要啊 就是假设那个以下档案 它有做任何任何的修改 我这边就要直接跟着做修改 这叫更新连结 请看一下第二张图 这边有没有改成80万了 可以理解我现在做的事情吗 因为 当我们今天 那个统计图表 统计图表 你用复制贴上 很抱歉 它只是会保持 保持 固定就是那个样子了 可是如果你今天用的是 选择性贴上 当来源资料改变 目的资料 会跟着直接做修改 而且Excel的资料表 又不是做简报的人所拥有的 请问现在教的这件事情 重不重要 千万不可以用贴上 因为你用贴上 别人什么时候修改 根本就不知道 别人修改完 你这边 你根本就不知道 他有做修改 所以你可能报告出去的是 旧的资料 以上就是 假如说今天我 以下的统计图表 以下的资料表格 要是做完毕 我是不是通常会拿去 Talpoint的这边 而去做一个资料的 一个报告 这个时候 记得不是做复制贴上 而是做复制选择性贴上 而且只贴连结 请问有做完吗 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简报 简报就一定牵涉到报告 那你知道我们班谁要来报告 是不是周先生 请问一下 你既然看到这样子的内容 你要报告给别人听嘛 对不对 好 那你会怎么报告 可以看出什么 这太快了 这太快了 你这样子的话 那个哪里有增长 就是大家会没有想象空间 不能用跳的 不能用跳的 好 那所以你要怎么讲 你这就已经有跳跃了 绝对来说 好了 我们现在在教PowerPoint 对不对 然后你就突然 突然又讲到说 你知道那个微软公司 还有一套软体 例如说叫PowerD 这样就跳走了 其实这样不好 那你要做报告的话 你应该是按照那个顺序 来去把它报告出来 所以通常我们会怎么报告这件事 就是说 各年利润统计分析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2013年有37万 2014年有47万 2015年有62万 2016年有80万 然后可以看得出来 它的一个利润是有昨年增加 对吧 可是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当我们今天在报告简报的时候 你念很多的数字 你会让别人产生一个听 听方面的一个疲劳 而且人家也不希望你去念资料 而是希望你去念资讯给他听 所以相对的像这个表格 这个表格建议应该是 应该是我们可以在这边插入一个很简单的图案 例如说圆角举行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可以直接把这个框起来 然后接下来把图案 图案改成无铁满 但是边框边框 给它改成红色 然后粗一点 好 例如说变成6 好了 那如果说现在我们讲这样 我们只多加了一个圆角举行 那周先生请问一下 你会怎么报告 好 他刚刚为什么直接跳面2016年 因为他在念资讯 可是你没有讲到最重要的 最多这件事 好 你这样了解 所以当你今天去听别人的简报的时候 你希望别人对你念资料 还是对你讲资讯 现在这就是在讲资讯了 好 所以这点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那我们接下来 接下来 我个人是建议 我个人是建议 我们把这个档案储存 把这个档案储存 然后关掉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我们打开刚刚这个超市范例 好不好 超市范例 因为这是一个资料表格 这是一个资料表格 没问题 既然它是资料表格 建议就把这四格数字 四格数字去做常用底下的设定格式化的条件 然后以这个资料横条来去加以呈现 举例来说我放了一个这个这个横条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不是看到2016年最高 这就是视觉化 这就是视觉化 我现在把它储存起来 储存 然后关掉了 然后接下来我再打开 打开什么 打开我这一个档案 就是各年统计分析 要不要更新 当然要更新连结 然后你看一下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就可以看到 我们的2016年有这样子的一个成长 请问可以理解我现在说的意思吗 因为当你今天要做简报 既然要做简报 我们就应该要做出视觉化 那视觉化比较好的方式就是 这一个方式 让这样子 那个长条度的呈现方式 好很单纯的 那我就是把EASIO那边加了一个设定格式化 把数值设定格式化 可以吗 好了 那我们现在把这个各年统计分析关掉了 我们有听懂吗 我们现在会一直切换过来切换过去 因为简报它真的就是在做那个资料的合并的应用 所以你在做效率提升的时候 请记住 我们要保留原始资料 它要是更改我们这边简报 内容就跟着更改这件事情 好那我们接下来要请你们再重新打开这个超市范例 我们刚刚是不是做了这个是工作表 那既然可以做枢纽分析表 可不可以做枢纽分析图 当然可以啊 好来这个地方 游标落在这个格子 任何一个有资料的格子 来赶快打开超市范例 好任何一个有格子的地方 然后接下来这边是不是有枢纽分析表工具 跟分析分析底下有枢纽分析图 对我现在就要去画这张图了 我现在是不是要画这张图确定 那这张图我建议各位为了美观好看 最好就直接用设计理念既有的 好假设我觉得这个比较好看 我就用这一张 可以哦 然后接下来麻烦请点 一样常用底下的复制 常用底下的复制 然后接下来请打开刚刚刚的这一份 各年统计分析 然后要不要更新 当然要更新哦 然后接下来请增加一张新的投影片 这一张就叫什么 统计图了 对不对 各年利润统计图 然后接下来呢 接下来一样我要把当刚的统计图 放在这个这个工作就是 放四标签四标题的位置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直接点选 常用贴上要选择这个 要选下面这个选择没有 然后选择性贴上 一样贴上连结 它是以色谣的图表物件 对我们就直接贴图表物件 确定 请问这跟刚刚我贴进来的那个图 是不是一模一样 可是你稍微记住哦 我们现在贴进来的内容 贴在内容 它是这样子逐步上升 对不对 逐步上升 好 然后现在这个档案已经做完了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把它关掉 请问你们简报做完了吗 做完就把它关掉了 其实很单纯就是我只是要 很重要的告诉你们 就是用复制选择性贴上 不要用复制贴上 那接下来 接下来我就想要把这个超市范例 再做一些内容的修改 刚刚应该各位记得 我们超市是不是逐年这样子成长 利润是逐年成长 那我们来去 对不起 刚刚这边没有关掉 这个档案要记得储存 然后关掉 储存关掉 好超市范例快速点两下 是不是打开来 好 那我们 我们现在我们去订单 订单 订单里面刚刚这边是不是有一个利润 我把它提的很高 对不对 好 我现在呢 我现在要请门稍微去看一下 我的利润 我的利润 是不是要减少20万 就是我只想让这边是平的 刚刚你应该有印象 它是逐年这样子提高 提高 对不对 可是我现在我只希望说 这个地方 2016年是60万 稍微比这边来的低一点点 好 怎么做到这件事 那就把一笔2016 一笔2016 像这笔就是2016 然后 然后 这一个 这一个 改成什么 改成多少 好 -9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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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万跟12万 是不是来回差了20万 21万 好 来改成-8万 有听懂我现在说的意思 我只是为了让那个值下降20万 所以这边我就输入-8万 刚刚是12万 12万变成-8万 是不是来回少了20万 好 Enter 那请问一下我的工作表 这张工作表里面的枢纽分析图 我是不是要去做枢纽分析表工具 分析底下的重新整理 它是不是稍微降下去了一点点 变成60万 可以吗 好我们现在就把这个档案储存起来了 然后关闭 现在我们是不是要重新打开个年统计分析 快速点两下这个个年统计分析更新连结 你就可以发现一件事情 你就可以发现一件事情 我们刚刚的第三张资料表格 是不是就降下来 2016年利润是不是就降下来了 对不对 这一定要会去做 因为通常我们做简报的人员 不是做那个以色谣统计分析的人员 这个时候那以色谣的资料来源 它一变更 我们这边就要及时变更 所以请你们记住 当你的资料 当你的资料 本来它是放在什么路径 你要维持那个路径 也就是说 来源资料要在指定的那个路径下 它才改变到 如果你把那个档外 原始档外 那个我现在的 我现在的两个档外 超市范例跟个年统计分析 是不是都在这个第一次联系 Office日常工作使用机场底下 如果你现在 如果你现在 例如说我现在这个 这个powerpoint 我就先把它 储存起来 储存起来 我就把它关掉 好 好了 各位应该知道 这个超市范例 现在我是不是跟 刚刚这个个年统计分析 是不是在同一个资料夹下 好 我现在刻意把它给搬走 怎么把这个超市范例搬走 那就剪下 剪下 我暂时贴到这个下载里面 贴上 请问一下 我是不是把它搬到别的地方去了 那我们再重新打开这个 个年统计分析 那他一样 里面有两个对外部的连结 所以他这边就说更新连结 你看他怎么更新 他现在就一直想办法去找 找不到 他就变成这样子 他说什么 很抱歉找不到所有连结的档案 所以当你今天你做一份检报 是不是跟原本就是做那些以色谣的人 跟他要这个意思要的档案 结果你不能只把简报档案给你的主管 到时候呢 他就会产生这种情形 那不是等于让你的主管直接在那边就是下不了盘吗 对不对 好 那我想这后果各位就不难想象了 好记住哦 我现在要把它搬回来 这样子资料就对得起来了 好了 所以怎么把它搬回来 我现在先把它关掉 我先把那个下载这个超市 然后剪下来 贴到原本这个日常工作里面 好了 你现在再重新打开 就不会再出现刚刚那个讯息了 好 点选更新连结 好 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再继续来观看一下 当我们今天我们跟 以色谣 简报跟以色谣之间 它存在的可能就是表格的应用 统计图表应用 那这个统计图表 这个统计图表 这边这样子应用 我想应该没有很大的问题 好 请问一下 你应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我们是不是应该会增加一个 增加一个圆角矩形 然后去把它框这边 所以建议各位 这个圆角矩形要是经常使用的话 我会先把它 先把它怎么样 设定成预设的图案 这是一个预设的图案 到这边我再用插入图案 圆角矩形 我这边画出来的样式就跟刚刚一模一样 刚刚那边的样式是什么 这边样式就是什么 所以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各年利润统计图里面 我们可以看出来就是2015年的利润 利润是最高的 好 请问一下 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们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有所谓的一个标题 现在这个标题 假设我有10张考虑片 我是不是就会有10个这个标题 对吧 好 例如说 假设我今天 我再插入一张 请问这边是不是又会有一个标题 如果你再插入10张 是不是就会有一个 就会有10个标题 我想这应该都没有问题 那通常我们在做这个标题的修改 我们千万不要一个一个修改 例如说 请问会不会把它改成蓝色 新细名体 会不会把它改成蓝色 新细名体 初体的标题字 当然会啊 这个握得的功能 好 选到文字之后 点选常用底下 改成什么颜色 蓝色 那你就在这边改 改成蓝色 然后接下来呢 新 如果我不喜欢新细名体 我喜欢微软正黑体 那我是不是就去找到微软正黑体 微软正黑体 然后再来就是初体 可是真的不建议你们这样做 为什么呢 因为当你今天要去做这种格式的修改 标题 简报中标题的格式修改 请问你有十张投影片 是不是就会有十个标题 这边这个标题 是不是也要重新去点 点三个地方 比如说常用 选到这个字 选到这个字 然后是不是要选 常用底下 把字颜色改掉 字型改掉 出题点一下 对不对 那你有十张 我教你是不是要做三十次 反正就重复动作做很多 这动作都是不好的 所以呢 我们这时候就要想到 当你今天有重复性 很多重复性的动作的时候 就想到母片 所以PowerPoint他提供母片 是为了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 好 怎么做呢 简式 来请修改 我们一口气 就是把所有的相关的格式 全部都设定好 所以请点检视以下的 投影片母片 然后建议各位 如果你要改这个标题 这张投影片母片 这是一张母片 好 它的标题 如果你要改掉它 那么你可以改这一张 改这一张的这个地方 你改这个地方 它就会把所有包含这一张的标题 这一张的标题 这一张的标题 一起做修改 好 所以我们现在改这一张 这张是最大的母片 这个叫做子母片 好 来选到最上面这一张 然后选到它 请选到这些 选到这些文字之后呢 例如说我现在是不是希望把它改成蓝色字 所以你这时候再用常用底下蓝色字 而且是出体 再来我希望是什么 我希望是微软正黑体 微软正黑体在最下面 微软正黑体 请问这边是不是就变成什么蓝色字 出体 出体 微软正黑体 好 这个时候请点 头影片抹片 关闭抹片 检视 关闭抹片 检视 你有没有发现 这一个是不是变成蓝色 变成蓝色 有没有问题 可以吗 那请问一下 我希望把每一个标题它现在是不是至中 那这个标题是不是靠左 这个标题也是靠左 我希望把每一个标题都改成至中 怎么做到这件事 每一个标题都改到中间 当这时候就要想到母片咯 检视 好请点一下检视 头影片母片 记住不是改这个地方 是改这一个 改这一个 然后请点它 请点这个边框 常用里面是不是会有至中 你有没有发现这一张是不是这个地方也至中了 好 这是大的母片 这个是直母片 这叫母片中的母片 这叫直母片 直母片 好了 头影片母片 关闭母片检视 你有没有发现第二张头影片 出乎跑来中间了 第三张头影片的标题字也跑来中间了 我现在呢上网 我想上网来去找 找到一份中华电信的简报 所以第一件事情我是不是打开 Chrome浏览器 然后直接在这个地方 先到Google好了 怎么找中华电信的简报 那我当然就出中华电信 控义格 简报 或者是PPT 好了 Enter 所以这都是PP 这边有看到了吗 这是中华电信研究所做出来的简报 它的名称叫PowerPoint的简报 好 好 请先点它 我看一下这个内容 可以吗 这是中华电信做的简报 可以哦 可以哦 先下载一份中华电信的简报 会不会下载中华电信的简报 先打开Chrome 然后接下来我这边我就只输中华电信简报 不过刚刚的这一份简报 它是英文版的 英文版其实也还好啦 请问下载好了吗 下载好就把这个档案关掉了 好 回到我刚刚这一个地方 请问一下哦 假如说我现在这份简报 我要引用别人的简报 可以吧 因为别人已经做好的简报 我当然可以拿过来使用了 所以怎么来做这件事 怎么样可以去做到引用别人的简报 所以在常用底下 请问如何哪一个功能 哪一个功能可以去做到 引用别人的简报 新增投影片 在常用底下的新增投影片 它可以引用别人做好的简报 好 请点 请点它 然后这边有一个叫做 重复使用投影片 然后这边是不是有一个浏览钮 这边有一个浏览钮 所以请点这个浏览钮 赶快点哦 常用新增投影片 底下的重复使用投影片 然后接下来在右边 右边这边重复使用投影片 是不是有看到浏览 所以点一下这个浏览 浏览 浏览 然后 我的档案 是不是放在下载里面 我的档案放在下载里面 然后这边有一个23b 这就是刚刚我下载下来的档案 然后点选开启 它会把那一份简报 所有的内容都放在这边 可是请各位 请各位先勾这一个选项好不好 保留来源格式 意思就是说 它这一个投影片 所对应的母片 会被保留下来 放到这一个档案里 好了 那我现在呢 我现在我已经勾选 保留来源格式了 所以请选 第12345 第四张跟第五张 投影片4 点一下 它是不是就放过来了 投影片5 点一下 它是不是也放过来了 请问这样子的话 我是不是就有 123456 6张投影片 可以吗 好 可是请问一下 请问一下 当你今天把别人做好的简报 叫进来 请问 它的一个这个标题的格式 跟我们原本的格式会一致吗 不会 像例如说 这个字 它就不是蓝色的 好 那请问一下 这边 这边这个字 它的标题也跟我们原本的标题不一致 啊 很可惜 它贴上去的是什么 它贴上去的是一张图片 可以了解吗 它这边贴上去的是图片 所以 我就算用滑鼠右键 重设投影片 也等于没有设 因为它根本就不是字 它是 它是图片放在这边 如果说它这边放的是字 那我只要是要重设投影片 它就变成我原本这个蓝色字 蓝色初体的新微软症黑体 可以知道我现在所讲的意思 可是它现在这是一张图片 图片 你能不能修改这个图片里面的内容 答案是不行 所以我必须要换一张 换一个简报 因为它的简报内容 全部都是把它做成图片了 这是一张图片 这也是一张图片 图片是不能修改这个字的 好 所以我就只好再重新做一次 常用 常用 常用底下是不是有新增投影片 来麻烦请 什么 重复使用投影片 常用 新增投影片 重复使用投影片 好 那我们是不是要去网路上重新抓 因为这个档案 从头到尾都是用图片 从头到尾都是用图片 好 那我们现在是不是要去网路上 重新抓一个档案 最好是在这个地方 限制它就只要PPT就好了 我要中华电信得简报的PPT 这个是随时保持良好积极的工作态度 由昆山科技大学制作 但是他一刚开始 他就是举中华电信一个专案经理 他的一个成长历程 你自我介绍 好 例如说我现在就点它 点它 它就去下载 因为它是PPT 所以理论上里面不会变成是图片 请问一下 这一张 这个是不是标题 这一张这是不是标题 从自己成长历史开始 这是标题字 可是这个标题字 我们等一下把它叫进来 看看说它能不能直接做 就是套用 套用我原本那个档案的样式 好 现在我把这个档案关掉了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是不是要重新透过浏览 重复使用头影片 常用新增 然后这边有一个重复使用头影片 然后接下来请点这个浏览钮 浏览档案 我们这个档案是不是在这边了 刚刚我放在下载里 我并没有搬走 所以就在下载里面找到这个档案 确定 然后接下来是不是这些图片 好 那我现在就在这个位置 好 那我现在就在这个位置 我插入有比尔盖茨的这一张 还有从自己成长历程开始 好 你看我这边是不是有两张 但是你应该看得出来 你应该看得出来 请问它是不是微软症黑体 不是 还有它的颜色跟我的颜色 是不是不太一样 好 请问是不是可以做到这边 那你有没有发现到一件事 这个地方的一个样式 跟我这一个地方的样式 是不一样的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请问一下 这一张跟这一张 是不是应该要重设头影片 所以你可以用滑鼠右键 这边是不是有一个重设头影片 你可不可以一口气把所有的头影片 所有的头影片一起做重设 当然可以啊 所以选多选到几张 滑鼠右键 重设头影片 点选重设头影片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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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一下这个 这个好像还不是还不是这一种样式 对吧 你看这个这么宽 这个多宽 这只有细细的一点点 这是不是也是只有细细的一点点 好 滑鼠右键 这边重设头影片 对它没有效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们只能选版面配置 请选到这一种 因为我们在这个地方 虽然看到是两张图片 但事实上它应该是 这个版面配置里面的某一种 它刚刚在这个地方其实很小 这根本就不是那个标题 这是它手动自己设的 可是滑鼠右键 这边 这边是不是已经重设过头影片 然后版面配置里面去选 选这个标题与物键 从自己成长经历 成长历程开始 好 请问现在这个样式 是不是跟之前一样了 这样了解 我只是要告诉你说 假设你今天你有100页 那你必须要手动做100次 有没有更快更简洁的方式 就是我现在教你的方式 不然你到时候 你到时候真的是遇到它 你就会想说把别的 别张投影片 例如说这一张投影片的字 做什么 复制格式 然后贴到这一张里面 来去做贴上 当然这种方式是可以的 但是你有100次 你是不是要做100 你有100张投影片 是不是要做100次 可以吗 这也是提升我们的效率 所以母片真的非常重要 而且当你先引用别人的投影片 记得一定要先设重设投影片 这指定版情 你的简报就会做的 就是前后的一致性 不管你换什么内容 可是这个地方你有没有发现 各年利润统计图 跟这边是不是一模一样 因此我们现在来去做一下 因为通常是简报 简报的话我们会希望说 它的底图有中华电信logo的质量 这样让别人一看就知道 这份简报是来自于中华电信 好 所以我要加底图了 加底图在哪里加 如果你现在游标在这边 请问可不可以加底图 插入一张图片 然后放到底图 当然可以 放到最下面那层可以 但这种方法不好 我建议各位 应该还是要用 简视里面的投影片母片 好 举例来说 我不管哪一张投影片 反正就是这一张投影片 我正中心我想要放中华电信 那怎么做到这件事情 我们是不是可以 可以去思考一下 我不是要用插入图片 插入图片 插入图片 对 那第一件事情 我一定要先把图片插入进来 好 所以点选这一张 然后点插入图片 好 我给各位的图片 我是放在第一纸列机 的office日程工作 好 请问这边是不是有中华电信的logo 中华电信logo 然后点选插入 这logo有点大 好 不管怎么样 你看 当我在这边是不是做完这个中华电信 你有没有觉得这个字会抢走这边的字 会覆盖这边的字 这样子的设计法不太好 所以我们会把这一张图片 这张图片变成什么 浮水印 浮水印 浮水印知道 好 那最最最简单 就浮水印的方法 就是图片工具 格式 接下来这边是不是有一个图片效果 在三分之二处 在功能标签的三分之二处 预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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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种 预设 第八种 这就是浮水印 好 当我们今天做完之后 我们就可以 投影片母片 关闭母片 我们下来去看一下 这每一张这个位置 都会有中华电信 有看到吗 我是把它放在那个最下面 那这样子的话至少大家一看就知道 这就是中华电信做的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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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中华电信做的简报